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more over 此外再者 it can keep it can prevent houses from getting too hot or too cold 他说这件事情还能够有好处 就是它能够阻止它能够预防房子免于 免于getting免于变的 这个变的是连续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 too hot or too cold 这个房子上面有种植 这个it其实就是指 如果我们把它还原这个it 它其实指的就是planting planting a garden on the roof of a building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it 其实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主词 这个我把它画起来 我们刚刚在这边讲到的 planting the garden on the roof of a building 这个主词这件事情是好的 对环境上是好的 所以它就再者说 这个种植花园 planting a garden on the roof of a building 在大楼上面的屋顶上面 种植一整座花园 这件事情它可以阻止到房子 from免于变得too hot or too cold 变得太冷 所以我们可以阻止房子不会冷 也不会乐 房子不会太冷 也不会太冷 刚刚好 那我们就怎么样 heater 暖气跟air conditioners 这个空气调节机 就冷气空调 也就会被怎么样 would be less needed 就不会叫不需要 叫不被需要了 好 接下来in Spain 像我们举例来说 在西班牙in Spain there is even a newer idea 在西班牙甚至 这个甚至是个强调语气 甚至还有一个newer更新的想法 that is to build 那就是去盖造 去盖一个green roof on the buses 好 很特别 不是只有在房子上面盖 还在哪里盖 在公车顶上盖 所以to build the green roof 去盖绿屋顶on the buses 在公车的顶上盖出 建造出绿屋顶 这个绿屋顶想法真是太可爱了 the green roof there 在那里盖 那各位就可以想象到公车 这个活动式的 活动式的花园 就在城市里头穿梭着 好 所以 these beautiful buses 这些漂亮的公车呢 这是主词哦 could not only 不但可以help 不但可以帮助 这是动词 不但可以帮助protect the environment 不但可以帮助保护环境 but also 而且也能够bring 能够带来bring joy 能够带来许多的喜悦 to people 带来喜悦 给许多的人joy 所以大家会赏心悦目 好 那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老师用橘色笔画起来的 叫not only a but also be 这个not only 他们后面加的都是动词 都是动词 我们检查一下 有没有词性一样哦 因为这个not only a but also be 这种对等连接词 对等连接词就像 悄悄版一样 他的后面加东西 都要一模一样的才能够平衡 所以这里是动词 所以这里也是动词 好 那这个help 这个help 还有一个小小的文法 help后面会直接加原型动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加一个protect 它就是圆形的状态 所以这种公车上的美丽屋顶 不但是可以帮助protect的environment 可以保护地球保护环境 but also 它也能够bring joy to people 能够带喜悦给许多的人 好 这个bring to 这个to是兽语动词 这里需要一个介细词来帮忙哦 好 就是带给 带喜悦给人们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bring people joy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带给人bring bring people带给这些人 然后joy 所以是两种写法 就是兽语动词后面如果加事物 就要多一个介细词加人 那你也可以直接呢 兽语动词加人加事物 好 再我们往后面看 所以global warning global warning叫全球暖化 it's a real and serious problem 全球暖化根本不是一种梦 也不是电影 它是真实存在 而且很严重的 他用了两个严重的形容词 it's a real and serious problem 是既真实又严重的问题 and people should take most of the plan for it 而且人类活该 人类应该要去承担 大部分的责备跟责难 这个plan就是责难的意思 被责备了 被责难了 到时候地球如果怎么样了 地球怎么样了 那个责难被责备的事情 都是会在我们自己头上 所以global warning is a real and serious problem and people should take 每个人都应该要承担起来 拿起来大部分的责难 for it 对于这件事情 好 所以citizens 身为as分成身为介细词 身为citizens of the world 翻成世界公民 这个citizens of the world citizens of the world 身为公民 这个世界的公民 we can neither a nor be we can neither ignore the facts nor abandon our responsibility 好 所以身为一个世界公民 我们既不能够忽略 ignore叫做忽略 我们既不能忽略事实 nor也不能够abandon 也不能够抛弃 也没有办法抛弃我们的 responsibility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就所有这个责任 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就必须要去承担 那各位看一下这个文法 neither nor 是一个对等连接词 他们后面加的都是要一样的东西 那在这个句子当中 他们都是加动词 ignore是动词 nor的后面加的是abandon abandon也是动词 所以它是符合我们的文法的 好所以我们既不能够ignore 我们既不能够忽略 那讲到忽略 其实我们在前一刻 有看到这个单词叫neglect neglect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neglect the fact 我们没有办法忽略掉那个事实 nor abandon也不能够抛弃掉 我们的responsibility 这个responsibility它去外加上IES 这是复数型 然后复数的责任有很多 我们都要不能够抛弃 好 所以 therefore 这个so等于 therefore 所以that咱们就一起来吧 that do something 这个that后面要加圆形动词 这个that是十一动词后面加圆形 所以这个圆形就是这个字start 所以that start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减缩吧 尽量能够节俭的东西 不要买的东西我们就不买 and do something 我们去做些事情 to save the world 来拯救世界 to save the world before it is too late 在事情太晚之前 before it is too late before it is too late 翻成在它变得太晚之前 我们要赶快去做 好 所以呢 that start now and that do something 这里有两个圆形动词 第一个是start 第二个是do 这两个圆形动词都是因为放在这个last的后面 而产生了圆形动词的状态 所以咱们就开始咱们就开始做一些事情 to save the world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里就是有一些人类的因素 人类的就是发展 就在18 17 18世纪工业大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进步是一直在加速的 但是进步的同时 其实我们那时候为了赚钱为了求进步 其实都没有想到背后地球有一天终于会被我们 终究会被我们挖完 会被我们用光 所以人类因为大量使用这些东西 造成了这些carbon dioxide 在空气当中浓度增加 所以才会有这种global warning的产生 全球脑化的产生 所以呢其实很多国家都签署了这些协议 甚至还发明了什么叫碳足机等等的 可能carbon footprint等等 然后很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去购买外国的东西 好甚至有改量像我们下一个电动车等等 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从我们人类自己本身做起 我们不拿塑胶袋 不去超市或商店买那些已经是塑胶包装的东西 尽量不去减少购买 减少减少购买 回到最早和100两年前 就是我们阿嬷阿公那个年代 东西坏了就修 尽量不要是丢了 马上就买这样的状态 才有办法去延缓去减少地球暖化的状态 好那我们课文就讲到这边咯 待会我们来看文法的部分 啊 啊 好